今天是5月31号星期一 今天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一个就是广东的疫情 还是出现了缓慢的一个扩散 无症状病人的比较多 第二个就是5月份手管 5月份就像我们原来判断的一样 出现了一个逐渐的一个走强 到月底的时候还是形成了高点的 那5月份的收关就有个从事的一个问题 这样构成了今天市场的两条线 一条线跟疫情相关的 走得非常强 像日景还有像疫苗板块 这两条线 一个是跟疫情防复 另外一个是跟疫苗接种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市场热点 上周就活跃 那么今天是全线爆发 主要原因是因为广东的疫情 看起来出现扩散 整个防御上面是收紧 所以对应的就是像餐饮旅游 机场等等这些 出现了一个调整走势 这个一冷一日 这个是今天市场的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就是机构重仓的板块 也出现了强弱的一个分块 强的地方是偏电芯 动力电磁 还有动力电磁的上游 这部分走得非常的强 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加速 但在板块内部走势是不一致的 比如说我们看宁的时代 今天大涨7% 已经逼近了它的历史高点 它在6月11号的时候 还会迎来历史上面最大的一次解禁 但股价是走得特别的坚挺 冲到了历史高位附近 同时跟它粘连比较紧的 像动力电磁相关 或者相关的上游的原材料 走得非常的强 比如说两世当中 这两天出风头的荣摆 荣摆今天在科上版上面 又涨了10% 上周五涨了20% 两天时间就拔上来 差不多40%的一个涨幅 然后就是锂电上游这部分 稀土相关这部分 半导体这边有一点 这个是跟周末 科技大会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这次大大也是强调了我们科技要怎么搞 我们现在肯定是想自己全产业链的一个配套 重点的突破 还有要在全球增多话语权 但今天的这个主题 潮的不是特别凶 潮的主要是跟 这个动力电磁相关的部分 上下游 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整车呢 今天表现也比较差 哪怕是呢 两边都沾的 米亚迪今天也出现了2%的一个下跌 说明呢 在这个板块里头呢 既是热定 也要看里面的资金的态度 里面的资金呢 强悍的 涨起来很凶 因为今天是五月底 跟排名有关系 里面的资金呢 如果分歧了 态度呢 不一致的 那可能走势呢 就没那么好了 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基金内部呢 现在是分化的 季报团也分化 季报团呢 一起做多 也呢 这个在内部呢 会出现 插兄弟两肋一刀的 所以板块内部的走势呢 是不一致的 是一个分化的 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再往下呢 就基本金属啊 这些呢 都走得比较强 这是一个方向 那么在周末呢 有一个主题 有个主题呢 是跟券商相关的 就是证监会呢 弄了一个白名单制度 有29家券商呢 是入围这个白名单 入围白名单呢 还是有好处的 一个是监管上面呢 有些业务呢 是简便的 就是你自己把握就好了 不需要呢 去走申报的手续 其次呢 是新业务 试点业务 推出的时候呢 你自然有份 这个只要不提出呢 这个白名单 也就有机会成为呢 试点的券商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我看周末的时候呢 很多人是特别的兴奋 觉得稳了 这个券商要暴涨了 但其实呢 并没有啊 今天的走势呢 就是还是出现调整 个别品种呢 走得高一点 就有一个补涨的一个动作 多数品种呢 还是调整走势 为什么呢 因为券商板块呢 在上周以及之前呢 已经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一个上涨 开始呢 进入一个考验灵魂的 这么一个阶段 就是有获利盘 也面临了前期套老板解禁 进入那个技术上面的一个关口 第二个呢 白名单制度吧 看起来呢 是有好处的 但它主要呢 我觉得是体现在监管上面的恩威并用 就是你听话 那就有糖吃 对吧 可以换宽对你的监管 可以新业务的时候呢 对你有所倾斜 但是呢 你要犯错了 不管是你犯了什么错 只要够陷了 够惩罚了 那你就 你就是去面帝吧 你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呢 其实对券商来讲呢 它是需要小心翼翼的 你不能够撞现出错 那细心的一些小伙伴呢 会发现 就是有些大牌的券商 并没有出现在这份29家的白名单里头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 过去一年啊 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呢 有错 被证监会呢 拿住了把柄 那这个杀无事 暂时给你踢出错 所以呢 这份名单的话呢 更多的是强调了监管当中的恩惠品友 并不是简单的 就是一个 这个全行业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 这是要区别的 今天的走势呢 在这方面呢 也是很清晰 也清晰 市场呢 并没有特别的冲动 而是呢 借势呢 出现调整 个别品种 估值比较低的 出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 那么从调整的方向里头呢 也能够看到 今天市场呢 最典型的就是内部结构 极其的分化 涨得确实凶 最近一段时间 涨得凶的 也非常的凶 但是呢 全市场而言呢 分化呢 也非常严重 显而易见的严重 我们看几个指数之间 今天呢 是科创版50表现最强 创业版这个跟着 创业版跟着 正常 因为最近你这段时间的 这个这个涨法 领涨的板块呢 在科创版和在创业版当中 都是比较占优的 当分化 一旦一旦形成对抗的时候呢 像中正100啊 或者说像互生300啊 它可能内部呢 就要消耗了 所以今天的市场情绪呢 互生300呢 只有3.7分 但创业版呢 达到7.2分 是一个极其的高昂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这个互生300呢 连及格都过不着 应该是一个不及格的 一个市场情绪 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异 那全A呢 它又还表现了还可以 有5.9分 所以反映为 个股的涨跌比例呢 它是4比3 它是一个 涨多跌少的一个格局 反映为成交量上面呢 它又是成交呢 算是比较活跃的 两市合计的成交呢 有6100多亿 量能是可以的 量能是可以的 这个是 这个量能方面 那反映为资金流向上面呢 北向的资金竟买入了 23.1个亿 继续了一个 加仓的一个动作 那从国内呢 机构和主力呢 今天也是积极的买入 积极的买入 买入的规模呢 也比较的大 合在一起呢 大概有160亿 然后大户呢 今天也是参战的 也是有少量的一个净买入 只有散户呢 卖出一点点 所以全市场而言呢 今天的走势呢 还是很活跃 还是很强的 但是局部上面 非常明显 是调整的状态 连茅台这些呢 今天也是小分下跌了 对吧 茅台 餐饮旅游 还有这个 交通运输 然后加上的这个金融 等等这些 都是一个调整的一个走势 这是今天上午的市场 一个基本特点 就是说市场呢 从走势上面来讲 很强 其次呢 是在内部结构上面呢 它还是有点猜动强不细强 就是因为有热点 有机会 所以呢 有人去追逐 有人去膨胀 但是呢 也有一些呢 没赶上的 出现调整的 被抛弃 被冷落 形成的 这个内部结构上面 相当明显的一个 分化的一个状况 这是上午的一个基本走势